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顾云妍也承认 当年的确眼神不太好 被徐广轩的外表蒙骗了 当时的徐广轩还是校园诗歌社的王子 虽然是从农村考进大学的 可是在他的身上那种文人的气质 吸引了顾云妍 两人都是校园诗歌社的成员 彼此轻母 很快成了情侣 大学毕业后 两人打算留在省城找工作 顾云妍和徐广轩各自找了一家企业 工作算是稳定了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两家分别见了父母 这是顾云妍才知道 徐广轩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徐广轩的父亲当年做生意发达了 便抛弃了娘俩 找了个年轻的女人进城了 徐广轩的墨金独自一人将孩子抚养长大 性格强势 热恋中的顾云妍没想到 婆婆会介入他们的婚姻 相反的 倒是很佩服这个女人 一个人独自带着孩子 面对着流言蜚语 在那个年代肯定不容易 可顾云妍的父母 却并不看好这门亲事 南方家条件不怎么样 主要是南方的母亲 一看就不好相处 真要成家了 住在一起 顾云妍从小被交养惯了 婆媳矛盾很难相处的 所以商量婚事的时候 顾云妍的父母就提出 可以帮孩子们买房 但前提是徐广轩的母亲 不能跟孩子们住在一起 能够看出 徐广轩对这件事很不满 但考虑自家承担不起房子 也就同意了 可能从这时起 婆媳俩的较量就开始了 顾云妍的父母为孩子在主城区 买了一个两居室 90平米左右的新房作为婚房 房子的装修前由南方出 在装修选材料的时候 小两口因为忙于工作 本来打算找个装修公司 承包装修事项 可婆婆蔡春兰说 可以帮忙联系人 自己找人装修更好 哪一个环节不满意 可以跟装修工人说 本来顾云妍考虑婆婆年纪大 不想让婆婆太过于操劳 再说 装修也未必跟得上时尚 可鉴于婆婆如此的热心 也不好拒绝 便放手让婆婆帮着监督装修 可能因为装修的费用 是由南方嫁出 所以婆婆在选择材料的时候 几乎不会同顾云妍商量 刚开始顾云妍还陪着选择材料 但蔡春兰买什么都自己做主 自己的意见她根本听不进去 看着好好的新房 装得不合自己心意 顾云妍就很不高兴 跟婆婆谈不拢 就和徐广轩说 可每次一提 徐广轩就说 顾云妍不体谅老人 老人这么大岁数 能给儿子装房子就不容易了 有的住就不错了 说一次就冷战一次 顾云妍看婆婆选的材料都是便宜货 怕身体有害 便找了个出甲醛的公司 专人上家里出甲醛 没想到那天婆婆也来了 看见有人出甲醛 过后明里暗里的 数了顾云妍不会持家 乱花钱 顾云妍虽然对婆婆不满 但想着以后又不跟他们同住 只要徐广轩人好就行 俩人的婚礼还是如期的举行 婚后第三个月 婆婆趁上省城医院看病的机会 住进了小两口的家里 看完病也迟迟不肯走 顾云妍多次问徐广轩 她妈是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走 但每一次开口 徐广轩就开始说 她妈妈养大她多不容易 现在就随一下老人的心愿 她想多住些日子就多住几天 并用孝道道德绑架顾云妍 说她这是不孝顺 如果婆婆事情少 不过就是多一口人 可自从婆婆住进来后 小两口吵架的次数是越来越多 而且巧的是 每次的导火索都是婆婆 有一次晚上 顾云妍在家加班赶稿子 明天公司会上要用 加班到半夜 就叫了一份肯德基外卖 当送餐的上楼 婆婆开的门 结果外卖盒 脸色铁青 就开始数落顾云妍乱花钱 家里有剩饭就不能热热吃 当时顾云妍也累了一天了 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她就跟婆婆在客厅里吵架 徐广轩从卧室里出来 看见婆媳俩吵架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站在婆婆那边 虽说事后徐广轩 私下给顾云妍道歉 可从那时起 顾云妍就发现 自己的丈夫对婆婆 简直是唯命是从 婆婆在家就成了老佛爷了 自己就成了受气的小媳妇了 顾云妍也想 将婆婆送回乡下去住 可每一次都嫁不住 徐广轩软磨硬泡 想到一个老人 独自住在乡下 顾云妍心里又软了 她没想到自己的宽容 没能让婆婆就此收敛 反而把他们的婚姻作没了 事情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半年前徐广轩 升任公司营销副总经理 工资比以前增长了一倍 婆婆这下来了劲儿 觉得自己儿子最能干 最出息 在小区里到处跟人说 儿媳妇好吃懒做 是靠自己儿子养活的 顾云妍自己有工作 又不是吃闲饭的 凭什么被人这么说 顾云妍气不打一处来 跟婆婆吵了一顿 就拿包回了娘家 回了娘家的顾云妍 对父母诉说了自己的委屈 两位老人听了 也是气愤不已 甚至想要找亲家理论 但是考虑毕竟是亲家 闹僵了 小两口的关系怎么办 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 这不是让女婿为难吗 两位老人还是劝说姑娘回家 毕竟老住在娘家不是事 这几天 顾云妍总是感觉恶心 就上医院检查一下 结果怀孕快一个月了 顾云妍本来想把这个消息 告诉丈夫 可看徐广轩这几天 连个电话都不打 自己想要回家 连个台阶都没有 就气不打一处来 气归气 既然自己已经怀孕 总不能不回去吧 顾云妍心里不痛快 但还是回了家 看婆婆对她爱搭不理 她也不愿意跟婆婆说话 就静止地回了自己卧室 自己才没在几天 屋子里已经凌乱不堪 椅子上堆满了衣服 顾云妍把衣服拿起来 想塞进洗衣机 啪 一个已经使用过的避孕套 从衣服堆里掉了出来 他们俩正处在备孕状态 就没买过避孕套 何况自己这几天 一直在娘家 徐广轩这是 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顾云妍先量了半截 在丈夫回来后 顾云妍不动声色地 观察着徐广轩 言语间能够看出 丈夫对自己的闪躲 她一定是出轨了 顾云妍心里恨 但没有撕破脸闹僵 没有真凭实据 闹了意义也不大 离婚不正称了她的意义 为了找到证据 顾云妍向公司 请了一个月的家 专门跟踪徐广轩的行踪 半个月后 顾云妍借口出差离开家 她在小区附近的宾馆 租了房子 在小区对面的小茶馆里 守住待兔 果然第二天 徐广轩就迫不及待地 领一个女人进了小区 不到五分钟 婆婆就拿着购物袋出门 哼 居然主动给他们制造机会 看婆婆走远 顾云妍竟直向家里走去 悄悄开了门 她要亲自捉肩 悄声进屋 卧室里传来暧昧的声音 听见徐广轩问那个女人 你为什么非要来家里呢 女人说 这样才刺激呀 顾云妍忍无可忍 进屋就给了徐广轩一个耳光 床上的俩人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 徐广轩赶忙抓住顾云妍的手 让那个女人顺利开溜 之前顾云妍心里是不甘 是气烦 但真的亲眼目睹 这丑陋的一幕 她只觉得胃里一阵阵恶心 即便她肚子里 已经有了这个男人的骨肉 她也没有办法选择且行且珍惜了 徐广轩说 既然你都看到了 我也不瞒你了 本身还在想怎么跟你开口 那个女人是我公司经理的女儿 她看上我了 这次升职加薪 就是她帮的忙 谁不想过好日子呢 我也想少奋斗十年 我们好聚好散吧 果然早就计划着离婚呢 顾云妍心里豁然明白 她婆婆故意气走她 徐广轩对她不闻不问 不都是想着 她能气愤之下提出离婚吗 婚当然是要离的 但不能便宜了这样的渣男 顾云妍早在前几天 就在网上购买了针口摄像机 装在了空调插座上 徐广轩的丑恶行径都被录了下来 她让徐广轩出去找她妈 一起谈离婚的事 徐广轩一出门 她就把针口摄像机里的内容 备份在电脑里 传到了云空间保存 并在手机里也存了一份 你一个人看见了谁信 我还能证明 我儿子啥也没干呢 婆婆窜到着徐广轩 把存款拿走 说家里的钱 大部分都是她儿子挣的 房子虽然是你家买的 装修可是我家出的钱 装修款你要还给我们 顾云妍把手机里的视频 放了出来 徐广轩和她妈的脸 都变成了茄子色 徐广轩让顾云妍删了视频 同意进身出户 办了离婚手续 顾云妍就去医院 做了流产手术 身体的痛苦 远比不上心里的痛苦 休了两周假 她返回公司 事业才是一个女人 安身立命之本 一次偶然 朋友聚会时 一个闺蜜说起 她公司老总的儿子回国 和交往多年的女友 快结婚了 订婚戒指有两个了 闺蜜把手机里的照片 晃在大家眼前 顾云妍发现 这个带着大钻戒的未婚妻 居然是和前夫 上床的女人 原来这个女人 只不过是在 未婚夫出国后 想要寻求刺激而已 而徐广轩 只是她众多刺激中的一个 这不男友回国了 她就将徐广轩甩了 说是徐广轩 敢泄露这些事 就别想在单位混了 这样的女人 不配得到幸福 既然老天爷不开眼 顾云妍决定 自己来收拾她 她将上次录的视频 偷偷寄给了 那个女人的未婚夫 那男人哪里受得了 未婚妻是这样的人 解除了婚约 还把她羞辱一番 这事在圈子里传得很快 那个女人 又回来找徐广轩了 并跟徐广轩闪婚 两人结婚没几个月 徐广轩就当父亲了 但孩子长得 一点都不像徐广轩 徐广轩觉得窝囊 旁人更是指指点点 笑话她是接盘侠 这一包徐广轩 潘高智的妈 早就被喜欢的儿媳 赶到乡下去了 儿子在别人手下讨生活 即便她之前再好 也不敢在别人面前造词 俗话说 恶人还得恶人魔 这样的生活 是他们娘俩自己选的 只能自己受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